您现在收听的是KPMG知识音浪 欢迎收听KPMG知识音浪节目 我是主持人Peter 加税从来都不是一件让人快乐的事情 但是我们注意到就在不久之前 美国总统拜登才刚刚宣布了一个 大规模的预算计划 在这个预算计划当中 拜登主张将要大幅的加税 不仅加税预估的金额要创新高 同时他也预备开征富人税 以及加入全球最低税负制 究竟这一些相关的税负思考 是怎么得来的呢 拜登的加税思维和前一任川普的减税思维 到底哪一个对于美国 才是更加迫切的需要呢 今天这集节目很高兴的邀请到了 两位税务方面的专家 和我们做分享 首先第一位是KPMG安侯监业 国际租税咨询服务主持会计师 丁传伦Ellen 第二位呢 是KPMG安侯监业税务部副总经理 廖月波Joanne 邀请两位呢 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现在拜登的加税思维 究竟会对美国的政策 以及美国的税务环境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哈喽两位好 Ellen你好 Peter好 哈喽九月你好 Peter好 是我想先请教一下 现在这个加税的计划 其实相当的受到瞩目 因为去年本来 拜登是打算要放弃 这个加税提案的 我想请教一下Ellen 为什么2023年度的预算 它又重启炉灶了 在政治以及财政的背景上 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资讯呢 好 那我想给各位听众一个澄清 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奇怪 为什么美国这是税改改这么久 不是去年就应该底定了 到现在还在提加税政策 那我首先要先跟各位理清的就是 当一个总统提出他所谓的预算案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成是这个政府呢 对于未来来年的这个一些政府的支出 或是财政的收入呢 一个愿望清单 所以去年拜登在上任时候呢 为了要重建美国的一个经济 他有一个重建美国美好的一个法案提出来了 然后当初呢 这个也中间有讨论到非常多 关于税的部分的一些政策 然后也提出了他希望能够给予的 经济上面一些优惠 好 那为什么这一次又再重启炉灶 再提了一次呢 是因为在去年的时候 他所提出来一个政策的政见 并没有得到参众两院国会的一个支持 所以今年他在3月28号提出来的这个 对于2023年的预算案呢 他总共有几个目标 首先他还是仍然希望呢 为了要稳定美国的经济 所以他希望有一个所谓的促进投资的一个计划 那第二个是呢 因应当初他在提这个预算案的时候呢 整个在规划的过程之中呢 并没有大规模的爆发所谓的恶物战争 可是他已经预见到了可能对于美国的 包含本土境内 以及国外的一些国防上面的一些需求 所以他第二个目标是在 还是保障这个美国国内外的一个安全 第三个的他的很大一个目标是在减少赤字 他在这一次的这个2023年的预算案的时候呢 提出来他希望在未来的10年内呢 他的预算的赤字呢 可以减少1兆美元 这其实是一个还蛮激进的一个计划 那为什么他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加税的动作呢 是因为可想而知 当他要这个建立他的国防 当他要促进经济的时候 一定会有各式各样的支出 这次的预算案是高达5.8兆美元的一个预算案 那他他有这些的花费 他必须要一些其他的财政的支出 所以Peter您就会看到说我们看到他这边有不论是对公司的加税 或是要可证富人税的来源在此 是也谢谢Ellen的分析 我们都知道这一次的方案当中 其实涵盖的面向非常的广泛 除了企业税跟个人税两方面都涵盖到之外呢 其实他的税率的调整也是相当关注的一个重点 所以想请教一下Joanne 这一次的加税当中 细节跟他本来2021年的这个提出版本 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他针对的对象 在税率的差距上又出现了什么变化呢 其实个人税的部分 其实我们看他的提案是 主要是针对就是高收入主群 因为其实那时候拜登他在一开始 就是在宣布的时候 他的预算案 其实在去年的时候 他就说他希望是说 对于比较贫穷 就是中产阶级的时候 他希望不要加税 就是你在年收入40万以下 他其实是不要加税的 所以他的target的目标呢 其实未求公平 他其实都是针对高收入族群 那第一个呢 这条高就是高收入族群的 个人边界所得税率呢 其实是从37%调到39.6% 调高税率之外呢 如果在修法之前 如果你是单身的申报方式呢 他其实是大概是美金539,900 就可以适用这个集聚 那修法之后呢 他就变成是美金40万 那如果是夫妻合并申报呢 你要用39.6%的话 其实他就变成是美金45万 其实可以看得出来是说 他不仅是提高的 他的边际的税率 他其实那个适用的急剧也下降了 所以这是另外一点 然后还有就是说 长期的资本利得税呢 如果其实大家知道报税的话 如果所谓在美国呢 其实他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没有证所税 但美国他其实有资本利得税 就是如果你买卖股票 或是特定的资产的话 他有所谓的资本利得 那资本利得如果是长期 长期是指的是说 你持有超过一年以上 他的税率呢 是20% 那他这次针对富人的时候 他就讲说 如果你个人调整后的所得 是超过100万美元的话 你的最高的税率呢 也就是从20% 提高到39.6% 这两个版本呢 其实跟去年的税改版本 都是相同 针对富人 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 今年比较新的一个提案是说 如果他对净资产 超过1亿美元的 纳税医务人呢 课证最低税付是20% 那还有包含了 未实现的资本利得 这是一个新的提案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是说 其实拜登这次的三个提案 其实都是针对比较有钱的人 然后还有就是说 他也调高了 就是第一个调高税率 那第二个也降低了 适用的一个集聚 那也创新了 有一个最低的税付这样子 那如果是以美国来讲的话 他的适用集聚 其实还是维持 最低的还是维持 就是10% 那集聚的话 其实就是只有37%变成39.6% 那其他各方面都是不变的 是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看起来 拜登针对富人 要大幅加税的这个意图 是相当的明显 因为刚才Joanne有介绍到 这个资本利得税 最高税率竟然从20%变成39.6% 这个几乎已经是加倍了 那我们也很关心一件事情 就是说 美国的企业税在川普时期 有一个相当大规模的调整 这一次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Joanne 这一次其实跟去年一样 他去年其实 拜登一开始他提高 也是说 35降到21降太多了 就是那时候川普降太多了 所以他要掉28 那28之后呢 他其实就是中间有转折 去年9月份的时候 甚至是说 没有调到28 可是我可以调到 可以调到26.5 最高26.5这样子 呼应刚刚Alan前面讲的啦 其实就是 需要更多的钱来 支应就是基础建设 还有是 恶物的战争一些需要的话 他的公司所得税率 在这一板呢 还是提高到28% 那另外一个是说 其实他美国 他其实 早期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可能听到很多 就是说 很多美国的企业呢 因为他公司所得税率呢 是35% 所以他有很多把 无形资产 就是可能放到海外 其实你可能听到很多说 放到爱尔兰啊 放到百慕达啊 放到Kamen 这个IP的部分呢 其实他是 因为他没有汇回来美国 那其实他也不克税 但是在 川普在降税的时候 他同时有提出来 讲是说 他有一个也是 对无形资产也去克税 就算即使你今天没有汇回来 你也是必须要有一个 最低的税付 所以他那时候有提出一个 大家可能会听到一个 所谓的guilty 也是一个 有点罪恶的感觉 就是基本上 他认为是说 无形资产产生的所得 也必须要拿回来美国克税 那在川普那个时候呢 他其实是 有百分之五十 他可以减半克诊 那所以是 原本最低是百分之十点五 那现在呢 在拜登这个阶段呢 他其实 在去年度的时候 他就有提出guilty 然后今年度的话 因为我的公司所得税率呢 他其实要到百分之二十八 调整之后呢 其实 他的最低的 最低的税率 其实美国版的是到百分之二十 这个是另外一个 不一样的地方 那在反币税的部分呢 其实之前呢 他是其实 在美国 他是用所谓的bit bit是讲的是说 如果你大型的企业 他其实 把很多的费用呢 都国外的关系企业 如果有不当的一个 就是说你把 很多的费用 汇出去给国外的关系企业 等于是说 你降低了 你在美国的克税所得的话 在美国脚比较 少的税的一个情况 他其实会有一个bit 就是说 对他克征额外的税付 那这次呢 其实美国也是呼应的OECD 他其实有提出 对全球最低税付的制呢 他其实美国 所谓全球最低税付制 如果我们先讲OECD的版本啦 他其实基本上呢 他有两个概念 一个是所谓的IRR 就是所谓的 所得涵盖原则 就是你在你的母国呢 还有就是母国的下一层公司 你的最低税付是克到15%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 是可以用UTPR 就是可以用的补充税款 这由下克到上 所以是15% 所以这个美国呢 他这次也是用UTPR 就是去补足 就是所谓的bit的部分 那他试用的部分呢 其实就四个年度里面 有两个年度是用 其实是用8.5亿美元的方式 来去做可征 这个主要是美国税 企业税的一个部分 是 其实听起来哦 Alan 我觉得这次的加税 可以说是万箭启发 特别是针对富人的加税 是特别受到关注的一块 那当中拜登也准备要 引进全球最低税付制 其实在其他集的节目 我们也谈过这个议题 那这次拜登的引进 会不会是全球最低税付制 一个里程碑式的胜利呢 没错 因为其实在全球修法的时候呢 大家的确是非常关注 美国的态度 因为我们都知道说 当初祭出这个所谓的 OECD BEPS 2.0那个计划呢 很多情况是为了要去 防堵全世界的大型企业里面呢 利用一些太过于激进的税务安排 然后在很多地方都不缴税 那我们也都知道说 美商呢 有许多的这个大型企业呢 都是榜上有名的 甚至我们在之前都有听过说 这个有利用所谓的 荷兰三明治 爱尔兰三明治 各式各样的方式 让这个有效税率呢 是降到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这一次拜登的政府 持续的利用这样子的一个 国际租税上面的 这样子的改革 来去echo到 这个OECD Pillar 2的这样子的一个 全球最低于税负制的 这样子的一个规划呢 首先第一个 当然是希望 他喊出了一个口号嘛 希望该缴税的人 都要好好的缴税 尤其是那些大型企业 这样子才会达到一个 所谓的社会公平 那第二个的话呢 也是呢 他知道的是 如果美国本土不做 这样子税务上的改革 他会造成的是 其他国家 因为都已经有超过 130个国家 已经答应要去 做这样子的实施了 如果美国不跟进的话呢 他的税源就会被 别的国家给抢走 所以在税收这块 大饼上面来讲 拜登必须要坚守 他的一个立场 他希望该回到美国的税 要回到美国 是 不过我们都知道 其实现在美国的国会的 这个分布的比例 可能是让人比较怀疑 这个方案究竟最终 能以什么版本通过的 这个原因 因为席次分布上 据我的所知 好像看起来是相当的 可以说是 势均力敌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版本有可能 顺利过关吗 还是会在审议过程中 被因此而削减呢 Alan Peter很好的概念 首先现在是这个 不论是参中两院 然后民主党 跟共和党的席次呢 他们其实民主党 并没有一个 很显著的一个优势 那再加上您说的 对这是一个加税的议题 没有人喜欢加税 除了一些感觉 被剥夺的社会大众 可能会赞成之外呢 更有这个实力跟资源 去做拉比的这些公司呢 他们当然是希望 不要加税的好 所以如同我们一开始 所讲的 在个预算案里面呢 它只是一个政府的 愿望清单 所以它并不表示 它的立法的文字 或是它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程序呢 都已经完成了 它还是需要国会的 去把它完成 就像我们在节目播出的 这个当下的上周 其实在六月 六月七号八号的时候呢 美国的财政部的部长 叶伦才去到国会里面 去做了一个 testify 就说 拜登的这个整个的 预算案的精神 所在是在哪里 那如何因应到了 通膨这样子一个 严肃的问题 那还有个最后一个 他还是强调了 今天这整个的 预算案的目标 是希望让大家 能够公平的缴税 所以我们可以 预见到的是 因为今年还有一个 很重大的一些事情 就是美国年末 要做一个 其中选举嘛 那这个等于是 算是对这个 拜登政权的一个 信任案的一个投票 那目前总共有 535个席次里面呢 我们可以想象的到 就是说 现在美国的国会议期 有6月要做审议 7月要做审议 那最迟 大概在8月底的时候 如果对于 拜登这一次的 预算案 没有做出任何 有意义的结论的话呢 在接下来的时间 大概这些议员们 都要回到家乡 去做这个 所谓的败票 或雇票的动作了 所以如果说 在这个暑假 我们可以预计到 就是大概会有 很多的不同的版本 然后因为他们要做 很多各式各样的协商 那不同的版本 出来之后呢 我们比较能够猜测得出 今年拜登的这一次的 这一波的预算案 尤其是要加税 这个部分呢 往哪个方向去走 是 我们刚才在 一开始的时候 我有提到 其实川普的 大方向的思维 是减税的 他也做出非常宏观 而且非常可观的 一个减税的 实际的行动 对比这一次 拜登在选举之前 做出这么大规模的 加税的规划 这是不是代表说 其实美国整体的选民 或者说民众社会的 政策的思维 是朝向推着美国 往加税的方向去发展呢 应该是这么讲啦 在这一次的政府 尤其在今年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在面对到 这么严峻的通膨的时候 社会大众对于 拜登的这个支持度 是有下滑的 所以在叶伦 在对国会 做一个说明的时候呢 他没有把Focus 放在加税这件事情 他把Focus 放在是公平的纳税 所以我们就可以 Echo到之前 有讲到的是 曾经有这个 他们民间的 有一些报道 或是有一些爆料 就是说 美国最富有的 28个人 他缴税的这个 急剧 或是他适用的税率呢 是比我们一般 普罗大中要在低 非常的多 甚至没有缴税 那拜登在提出 预算案的时候呢 他也喊出了一个口号 就像Peter您说的 就是他希望能够 Echo到普罗大中的 一些心声 他说 希望这些 超级有钱人们 他们所适用的税率呢 不会比那些 老师或是消防员更低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在打的是一个牌 就是希望能够争取 一般选民 一般Suffer的 这些社会大众的 一些支持 那除了对富人税 这些看得到的 这些很有钱的人 他们不缴税的 举动之外呢 他们也公布了一些清单 就是有哪些大企业呢 虽然他非常的大 但是他缴的税呢 可能比一般中小企业 他们适用的税率 还要再更低 所以他同样的是 希望借由这个 所谓的公平性的 这个议题呢 来彰显出 他对于希望能够 降低赤字 然后减缓这个 inflation通膨 所带来的这个压力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 现在在这个氛围之下的 必须要寄出的一些手段 那我最后我也想请教一下 Joanne 讲了这么多税务上面 可能加税的一些规划 我相信会有一些听众朋友 他假设有美国籍的情况之下 他们应该要面对这个情况 如何的提早因应呢 如果说是美国籍 而且是属于那种超高资产 就是刚刚讲 如果税改通过是39.6的话 我会建议是说 就是及早做好财富规划啦 其实基本上就是说 还有他今年新的 就是最低税付 这个部分就是要 特别的monitor去看 是说那个税改 什么时候通过 然后在那之前 你可以做 寻找专家 可以看你可以做 什么样的一个规划 然后在企业方面呢 其实呼应刚刚Alan讲的是说 有很多企业 其实缴的税是比较少的 因为其实在那个 他们其实在拜登 在新闻搞出来的时候 他们其实在讲是说 可能你每天呢 花就是花咖啡钱 三块钱 你可能就缴的比 那些企业的所得税还高 因为他是讲是说 他在讲说 为什么企业要加税呢 他其实他是在120个企业 他是非常高的企业所的里面 他其实他讲说 他几乎是没有缴税 甚至是在退税的一个状态 所以拜登 我觉得他已经联系两年说 他要提高的企业所的税率 到百分之二十八 也许最后可能 不会是到二十八 但是其实也是一个 一定会往上涨的一个程度啦 会往上涨的程度的话 其实对台商赴美的话 其实最直接的影响 就是因为你的税率高的话 你的集团的利润配置 这个部分是要 特别的去做考虑 就是你要 你在美国你要多 你的风险功能 是要是留多少 你的美国公司 是要做什么样的 一个程度这样子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拜登他想要是 加强那个查税的力度 他除了加税之外 他还要查核力度 所以如果各位有去看 IRS的新闻稿的话 其实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 他其实有说他要计划 要聘请两百多名技术人员 而且是特别是 加强他的查核技术 所以就是说台商呢 他是要 我建议台商企业是要合规申报 然后做好税付管理 是 其实缴税是一个 有一些繁琐 但是同时非常容易 在小地方出现一些 差错的一个行动 所以我相信 这方面专家的咨询 不管是企业税也好 不管是个人税也好 一定都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Joanne跟Alan 从比较宏观的 比较细致的 两方面的思考 给我们带来一些 最新的现况的更新 因为毕竟 美国的税务环境 在过去这几年当中 确实有个非常大的转变 先是大幅度的减税 接下来提出的是 大幅度的加税 我相信大家要更新进度 可能就要花一些时间的准备 也期待接下来 如果这个方案 如果真的通过的话 Joanne跟Alan两位 能够提供更多 现况的一些资讯跟参考 也非常谢谢两位来到节目 谢谢Alan 谢谢Joanne 谢谢Peter KPMG知识音朗节目 让我们下一集见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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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